各位朋友您好 我是琼文 欢迎收听生肖系民学 欢迎我们的嘉宾 名讲居士 各位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名讲居士好 我们上回提到这个文章的这个文字 多数是不适合生肖人取的名字 可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他就有这个文字 那当然很好是因为 他的蔡跟他的意义都对他非常的好 那我们上回也有再提一个 科名工厂章 那也提到说如果是生肖猪的话 也不太好了 可是没办法 就是有这么多人他是生肖猪 然后又是生在张家 或者他的名字里面又有一个文 那怎么办 是啊 是啊 那我今天身边有一个名字 可以提出来做探讨 他的姓叫张 张工厂张 文章的文 第三个字是聪明的聪 很好听啊 很好听 张文聪 文聪还不错 可是他的生肖是辛亥连神的 属猪的 1971年 今年差不多48岁了 因为工厂张张 我们把分成两部分的话 右边我们叫做阳边 属于长 那阴边是宫 背宫舍影的宫是阴边 那因为猪小时候长还得到父母的客户 可是呢 长大以后就非常非常不好 那工厂张的宫呢 背宫舍影 舌跟猪正好正宠 所以他吃定老妈 吃定老妈 吃定老妈 因为害属水 舌属火 水克火 所以他克老妈 他就表示说小时候他吃定老妈 老妈忙的时候 他特别找老妈的麻烦 让老妈永远不得闲 如果是个生肖猪的小朋友 是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 就代表说什么 他长大以后 他会有偏头性的疾病 包括两只手 可能就经常尖胛狗 非常酸又紧 因为这代表脏 那文章的文呢 对其实所有生肖都不好 可是就那一点点出头 猪也是可以出头的 可是他要名字好 出头才有意义 所以他朋友对他讲 朋友的一句话 抵上亲人的十句话 中朋友 他只能对很中朋友 可是第二个字呢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肺脏 代表他的气管 这些方面呢 就比较容易出状况 那再来讲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是聪 聪明的聪 聪明的聪 我们要分析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 音边是耳朵 阳边是一个葱 烟囱的葱 不阴不阳的地方 是一个心 心脏的心 那耳朵 对猪来讲 如果你大性又不好 耳朵又被拎 可能这是很容易上工作的 等于是属于牺牲的格 烟囱的葱 其实也是一个陷阱一样的 它掉在陷阱里面 然后又不吃荤 吃素的 所以看到又吃不到 所以整个葱 又对它的伤害就非常大 那第三个字 不好的代表什么呢 肚脐以下的气管 包括它的脊椎 排便系统 然后男人来讲 就是射护腺 这些地方都会造成伤害 张文从整个字面来看来 都非常不好 所以他可能全身 想到哪边有病 哪边就有病 哇 这很惨 很惨 这个打个岔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 他是属生肖鸡 您说如果张的话 生肖鸡很好 对不对 他也是男性朋友 他叫张文药 不过他后来就改了名字 光药的药 光药的药 对他原来的名字叫张文药 后来他就改名了 是为什么呢 是这个药质也不好吗 不好 对 药质本身光明的光 两只脚岔开 表示它的整个福德就破掉 所以文不好 光又不好 所以等于是这个名字真的 光是大幸好 所以他只是说20岁以前 父母对他 疼爱有加 疼爱有加 他也觉得他表现的都还不错 功课方面都还不错 可是事实上 年龄差不多推算 按这个名字 16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了 好 那如果说 也是生肖鸡 他叫张国华的话呢 国家的国 是 中华民国的话 国 这个字我们可以看 它分成两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 外面一个大口 对 那是属于阳边 中间一个小口 属于阴边 大口属于阳边 对 小口属于阴边 那鸡有个特性 鸡逢一口 叫失臣之鸡 鸡逢两口 就是乱叫的鸡 早上也叫晚上也叫的鸡 所以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破掉了 也不要说 他的男性员女性员 也都破掉了 要表达 有意思是说 他的表达的能力 也就破掉了 这个国是很多男性朋友用 对 所以不管生肖都这样吗 还是因为是鸡的关系 所以 如果生肖 比如说是 老鼠 兔子 蛇 不错 其他生肖就不错 因为两个口 这个口对 小生肖来讲 有他产生的地方 所以对他来讲 不但没有伤害 还有好处 那生肖猴呢 猴还可以 猴子 猴子它是血鸡 它是喜欢在洞里面称王的 所以小洞呢 是它这个比较霸气 这个小洞 就我一个人 别人都不可以进来 比较霸气 大口 他有猴王的表现 那马呢 马就处于骂相 骂相 马逢双口 使用骂相 骂相 就是什么 整个你的人际关系 经常就产生一种骂的问题 比如说 别人不会对你好眼色 你也自己对自己觉得 不是味道 因为你骂嘛 你不管谁骂你 你骂人都不好嘛 所以对于马 也是蛮杀伤重的 包括对狗 狗也是 狗逢双口为哭 所以哭跟骂 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味道 好 你看我们光这个字又解析不完了 时间又到了 那怎么办 下回再说 这个华字我们就留在下回再说了 好 那这个男性朋友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的这个字 对 那就如果照明讲君士说的 有些生肖适合 有些生肖不太适合 那不太适合的怎么办呢 我们就再换一个字就好了 改个名字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谢谢明讲君士 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